歡迎大家收看 今天的天氣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 晴空萬里 球場的氣氛就跟天氣一樣那麼熱 大家都很期待這場球開始 球員要在一個這麼大的太陽照射之下作賽 背景夠壯觀 不知道球員會為我們帶來一場怎樣的比賽 比賽正式開始 Sana 法斌奴 整腳直線 Sana 試試接應吧 哈薩特 盧卡古 上檔巧妙的傳球 球員現在在盧卡古 辛辛苦苦追球回來 但最後又踏了Q 這個比賽要有很好的硬戒 套過頭套得這麼漂亮 第幾個暫時就叫做解除了 菲勒安達辰 這個位置試試下腳 有機會突破 好 沙迪奧文尼 球員現在在盧卡古 巴薩特 這個直線漂亮 說得好 不過要送個角球給對手 及時解圍,有沒有隊友可以立球呢 列卡道,洛迪古斯,又來橫傳 安德魯羅賓薩,停走球 我沒有數過他們的第幾尺左邊橫傳 不過很明顯他們覺得這是對方弱點 所以按住在這邊是賺錢的 洛迪古斯 盧卡古射 法斌奴,大腳解圍 盧卡古 跑得真是快 解圍做得不錯 出界了 解圍成功,用機會打反擊 顯達神 巧妙的全球 直線來了 在時來立球 好… 對方已經衝出去 上角 守門完單脫打出 幫他錄盤柱阻擋 好球 盧卡古飛過去攻入這一球 Vayan一步就是你想達到 像他那樣就拿到球 盧卡古打破了,現在比數是1比0 就像他那樣出色的球員 無論在哪支球隊 都像七黑鐘的螢火蟲一樣 入球當然是靠他 傳回到後面,重新來過 上半場結束 剛四人五分鐘很刺激 目前雖然只有一個入球 但比賽的戰程是精彩的 上半場領先,前鋒已經記一攻 不過我覺得中場也很有功勞 上半場看得這麼暗,說也沒人相信 相當期待下半場 比賽最後的45分鐘,現在開始 在領先1比0的情況之下 他們可能會踢得比較普遍 未必會太積極上前 看看他們怎樣踢 球掉了出來 天達神 直接長傳 試試試壓過去吧 羅不濤發明路,走位接應 誰會追到這球球 再一次傳進來 球現在在勞卡古 勞卡古,跪腳直線 完全沒辦法才能預計的 球現在在夏薩特上 把握機會 這球怎樣 再進入這球,安心點 這球球你覺得怎樣 你們這麼喜歡起腳射門的球員 好心你們應該盡力盡力盡力 後防這麼不小心,就要付出代價了 現在兩隊相差兩球 這個第二球對兩隊的感覺都差很遠 落後那隊慘了,很大壓力 要追多一球 領先那隊,防守上入第三球 壓力是張伯倫 球現在在沙迪、奧文尼道 差不多到最後防線了 踩到位就好了 這腳直線一下就劏穿了 球就過了邊線 幫勞斯搶回來了 一腳踢走這個球 試試壓過去吧 可以解圍 韋娜杜姆,整腳直線 射他 得手了 差一球,有好氣體了 在正的龍門前面 怎麼射都入,對吧 這個比球看起來容易 但其實要很有足球智慧 才能入球,一點也不簡單 利物浦,這場球還有機會 這件事很重要的 繼續這樣踢,應該很有機會追成平手 菲勒安達臣 位腳直線 龍門沒收了這個球 韋娜杜姆 張伯倫 拿出佛球回來 他自己都心知肚明 是黃牌的了 有些球員看起來就不太高興 場面的火藥氣都挺濃的 羅筆濤發明爐 雅力士,張伯倫有機會入球 看得很漂亮 起死回生 這場球夠刺激 這個入球心理上取得優勢 不過他們還需要多入一球才能贏 他已經跑了很遠 給他一點壓力,看看能否取得到的球 現在兩隊互不相讓 所以控球權很重要 不要亂送禮給人 身形佔優 好,夏薩特 拿出菲立安達臣 救得好,真的不少 菲立安達臣,打算有機會 龍門都阻礙了 完場了 雖然分不到高下 不過這場球都可以說是值回飄隔 入場的支持者都應該受課 K-Man,平一平才的球 大家都把握不到機會 所以其實雖然是應該想贏的 但最後打和也沒甚麼好軟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K-Man 謝謝 已經說實話,家謙真人帥哥上鏡 我們下一次 在天下 上 我們下一次 說實話,小健康 百度 決就 是 ?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